那第七个呢 我们来看到啊 就是说最近啊 一个做卖球鞋的这个品牌 叫Ribok Ribok后来被阿迪达 艾迪达 阿迪达买了过去 那中国大陆的业者呢 现在想要来卖 那我们知道最近呢 就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关系 全世界啊 就是说是运动啊 运动的这个大家 这个人口呢 不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好 那两大的这个运动品牌啊 受伤都很重 那阿迪达 德国的阿迪达 就要把他底下的品牌 这个Ribok 原来是一个美国品牌 后来被阿迪达买了下来 那现在呢 就是已经决定了 要把它卖出来 那中国大陆的两家 两大业者 一个叫安踏 还有一个叫李宁啊 均说啊 有兴趣 那这个阿迪达的话 在2006年的时候 是花了38亿美金 买下来的 那这一次呢 大概剩下的价格啊 12亿美金啊 大概不到三分之一左右 那中国业者呢 现在因为很积极嘛 那中国当然现在民族品牌 但是你中国大陆 虽然爱民族品牌 你不能一一 你不能这个买来买去 就是安踏就李宁 中国大陆的人 还是比较有点 这个喜欢外国品牌的啊 不管你是阿迪达也好 啊 奈提也好 所以这个这个 如果说是这个瑞跑啊 被中国买去的话 那大家觉得说 哦瑞跑是一个中国品牌 那我们会买它啊 所以这现在看起来呢 被中国业者啊 竞标买掉的这个机会 是非常的大 那我的话呢 有几个观察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瑞跑 Ribok啊 这是我 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个的鞋子 很少运动啊 那我相信这个 这个这个 他卖给中国是比较好的命运 这种二三线品牌 那现在呢 中国民族主义啊 所以民族品牌兴起啊 但中国的企业要国际化 所以中国的企业 去买一个国际的品牌是对的 那中国大陆是全世界 现在最大的这个市场啊 所以这个将来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里面 产业是会进一步的整合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市场里面 是否负责